大家好 大家好 刚刚的消息 习包子主动给美国的伪总统拜登老师打了个电话 两个领导人 两个流氓地痞 两个变态 两个变态狂 两个报复狂 在一起呢 共化人类的命运 说了一些有的没的的话 这个看见的一定要说一说 上一周我们就说过 今天我们这个时代真正影响这个世界的人就是三个人 一个是美国的伪总统拜登 第二个是中国的文盲地痞 牛盲地痞 习近平 还有一个就是俄罗斯的江湖大哥 绝对是普京老师 就这么三个人 其他的人呢 要么就是隐藏在背后的 要么就是打枪游的啊 为什么这个包子狄要给拜登主动提出要打电话 这个其实原因很简单啊 就两件事情 第一呢 是包子狄最近的指挥他的所所谓的比特币啊 指挥的加密货币给这个俄罗斯转了200亿美金过去了 这个事闹大了 这个事真闹大了 昨天我们说过很多人关心这个事情 习包子因为现在他是一个所谓的全球的银行系统嘛 是不是 你如果把美国的金融系统 银行系统给得罪了 你就不跟你玩了 是不是 现在俄罗斯就不跟你玩了 你没法用美元进行交易 你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 你如果你银行违反了美国的规定 他直接去冻结你 他们说这个中国工商银行有一个客户 专门做俄罗斯生意的 给俄罗斯发了一批货过去 一批什么货呢 一批拖拉机 是吧 一批这个卡车过去 去发过去了 东风卡车吧 其实是一批农用的卡车 应该没什么事就发过去了 发过去了以后人家俄罗斯还挺规矩 立马就给你把钱就打的账上来了 是吧 然后就进了中国工商银行的账户 他自己查账 对方已经提示了啊 我们的钱已经给你打过去了 好多钱 好多钱呢 结果就去银行去对账呗 我经常我每个月都搞这个事情 银行对账 把这笔账入个账 是吧 然后有一分钱提出来处理一下呗 结果到了银行 银行的告知他钱的确到了 但是我们不能够进入你的个人账户 不能进入你的公司账户 这笔钱被美国的这个国家安全部门给盯上了 怀疑你是军费开支 所以不能走我们的银行系统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走我们的银行系统 跟你结费了 跟你结账了 那就意味着我的工商银行的整个结算系统就违背了美国的这个政策 然后又会导致我整个工商银行系统的美元结算体系就就就被卡掉了 这个损失太大了 不行 所以我们都要把你这一笔钱 原路返回退给这个俄罗斯人 所以这个哥们做生意呢 就气懵了呗 是不是 然后就在那骂呗 骂谁呢 他不敢骂习近平呗 是吧 他就骂美国呗 就说美国是霸权主义呗 所以做俄罗斯的生意是有风险的啊 但是重点不在于这个地方 重点在于经过这样的一个 通过这样的一个故事 你就会发现 现在你想走银行的系统 做全球的所谓的这个美元结算体系 搞国际贸易 那是不可能的 转账是不可能的 你一定要记住啊 你只要跟俄罗斯这边有转账 绝对弄死你 所以习包子呢 情急之中 又想帮习 又想帮普爹嘛 是不是 又想这个中俄合作不封地嘛 又想把乌克兰拿下来吧 主要是现在美国这边的议会呢 又闹得挺凶 是吧 然后呢 乌克兰的这边的这个小泽呢 哭哭啼啼没钱花了 对不对 所以你就会发现呢 西方现在有点乱的阵脚 乌克兰没钱了 俄罗斯也没钱了呀 但是俄罗斯有中国有西包子呀 西包子又不敢得罪美国 又不敢让自己的银行被美国人制裁 那怎么办 那就想出一个折呗 就给他送了200亿美金的加密货币呗 那加密货币这个东西 美国的这个银行系统是管不了的呀 哎 一下子就成功了 这个事闹大发了 我告诉你啊 我看到的消息啊 说这个美国这边 北约这边就怀疑两个国家 一个国家就是中国 一个国家就是伊朗 是吧 中国这么大 中国还有核武器 是吧 美国人也不敢得罪你 先给你就警告警告 是不是 完了以后就放点风声 让你小心点 完了以后呢 伊朗这边你没有核武器嘛 二话不说 就对伊朗一通狂风乱炸 刚刚发生的事情 是不是 所以西包子一看 又我操 真是美国人来真的了 怕死了 要是对我的中南海 对我的西山这个地下 地下什么什么什么指挥中心 对我的军事设施一通断炸 那我不完蛋了嘛 是不是 所以就决定就大事化小呗 小事化了呗 完了以后就主动提出给拜登打电话 两个两个领导人上次旧金山见面了以后还没电话呢 然后就开始打了一通电话 搞得两个人挺亲人的样子 其实就这么点事 西包子有点怕了 怕美国人给你来真的 虽然他明白我手上有核武器 是吧 但是你呢 那也夹不住的呀 你现在乌克兰也把俄罗斯搞得挺难堪的 乌克兰现在通过无人机把俄罗斯的好多个什么工厂啊 电站啊 还有都给他轰掉了 是不是 这个东西也挺麻烦的呀 你这么一搞的话 你如果对中国轰两下的话 你是使用核武器呢 还是不使用呢 你使用核武器 你也打不过别人 你不使用核武器 人家把你炸了 你的威信就没了 是不是 所以西包子呢 他的最终的目标肯定就是当皇上呗 让他的老婆 让他的闺女参政呗 然后一家控制中国呗 这是他的最高莫名的 以后他真的怎么样 所以就舔狗呗 就跟这个老拜打了个电话 是不是 那打电话也蛮有意思的这个事情啊 全是一通废话 一通狗废话 没什么暖用 是不是 但是呢 里面有很搞笑的两句话 我觉得特别的搞笑 这个拜登呢 说了半天也没说什么之前的话 但是说了一句特别让我觉得一下子笑得我 徐华三井的话 就说希望中国不要干涉美国的大选 因为2024年的11月份中美国要大选了 你这不是此地无疑三百两吗 上次李太良的 你当总统 你舔不知识的 你 你你你你身上的 你进入美国的白宫 你不是共产党帮你放冰毒 不是共产党帮你干预美国的选举 你能把川普赶走 是不是 所以有人就解读 这应该是拜登暗示啊 就或者说私底下 就希望习包子继续干涉美国的大选 要正话要反听 此地无印三百两 那习包子说话就更搞笑了啊 习包子说话说什么呢 啊 一次就说我们是一大国 我们是两个大国 我们要管控分歧 而分歧里面最大的分歧呢就是什么呢 我们说话要算数 我们要重视契约精神啊 我们过去的承诺都要兑现 不要说话不算数 这我操 这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此地无印 他们三万两有毛病吗 共产党最大的特点 你就说话跟放屁似的 是不是 你共产党 你跟美国人签署的这个世界贸易组织的这个合同 一条一条的 你没有一条对线 全是跟放屁似的 你这会儿你由你习包子教训美国老 你要要遵守承诺 一种都挺搞笑的嘛 是不是 所以我看我的一些个好朋友就在里开骂啊 说习包子和自己的哈巴狗 拜登开电话会议 告诉他对于给中国科技公司的限制 是不会坐视不管 还警告这个老白痴啊 台湾问题是不可逾越的红线 踢习这一吼 把这个白毛老妖啊 耶伦和布林肯吓得是松下裤带子 美国现在有七万亿国债到期卖不出去 中国手里的美债再这么一砸盘 美国政府的银钞机就彻底崩了 所以两个人紧急要访问北京 所以接下来这个耶伦财政部长和这个布林肯国务卿要去中国访问了啊 说这个拜登和一群民主党 沼泽地日益推动北约利用乌克兰扩大战争 让习近平和普京的联盟更加稳固 北韩的金三胖此时也给这个深层政府美国好看地再次发射了花炮 被这个拜登的谴责为对地区安全的威胁 现在中俄北韩这个铁三角算是在拜登的帮助之下 终于开始在武器和经济上互相援助了啊 有点意思啊 最近说美国的特种部队 根据卫星图像发现中共军队在内蒙古建立了一个训练营 仿造泰湾总统府大楼和周边的基础设施 谁说习主席不高占远轴的 人家亲自部署 亲自指挥 模拟进攻台湾 刻苦的操练 用心何其良苦啊 是不是 人家要统一祖国的野心呢 几人能及啊 这些话都是一些有趣的话 要我说的话 他说的是有点道理的 今天的习包子之所以弄袖子 之所以牛逼哄哄 那是因为要感谢这个美国的伪总统拜登 如果不是他这么搞的话 普京和习近平不会走这么近的 所以现在伊朗 俄罗斯 中国和朝鲜绝对是一个强大的政治联盟 跟美国人叽叽歪歪 现在拜登呢 要开始选举了 一把年纪的还要选举 这个民调又太低 是不是 美国搞的乱七八糟 又一一团糟 物价涨到天上去了 美国再也不是我们心目中的美国 我们以前去美国有几个 我特别 尤其是我有几个挥之不去的念想 真的是第一房价便宜 二三十万块钱 美金啊 就能买到一个house 多舒服呀 是不是 然后汽油跟水似的 跟不要钱似的 我就心想了 我要去美国买一个这个什么德州 或者是佛诺里达呀 我要去买个大house 买一个他妈的三四千平尺的 是吧 完了以后呢 再买一个牛逼哄哄的大台量的大皮卡 是不是 用我的小短拖登上我的皮卡 一楼向北 是不是 牛逼哄哄 是不是 现在美国的房子 我靠 贵的跟狗似的 过去了二十几万的房子 现在估计要一百万 过去一块钱的油价 现在都是五块 六块 七块都有 你还玩得起嘛 你玩不起了 是不是 还有这个房子的这个这个房产税 贵的跟狗似的 它都不行 我跟你说啊 咱也咱思考问题啊 没有那么多高大上的一些理论啊 什么的呀 你就看你自身的利益 是不是被受到这个受到伤害了 你的房价在涨 你的物价在涨 你的汽油在涨 你的税收在涨 完了以后 你还说美国好 你不是有毛病吗 是不是 所以他们这伙人呢 就是这样子的 美国的经济玩不下去了 希望习包子呢 给支持 美国的选举 拜登玩不下去呢 希望习包子继续给点给点力 但是习包子这边呢 也就拿住你 是不是 我又要支持乌克兰 我又要支持俄罗斯 我要跟伊朗 俄罗斯联盟 我又先给你把你给震住啊 不让你对我动粗 它就这么一个东西呗 谋求一个所谓的平衡呗 如此而已了啊 谢谢